哈盖书,第一章,大流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化界先知哈盖乡由大省长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说,这殿仍然荒凉,岂是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吗?现在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众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袋中。 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点,我就因此喜乐,且的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盼望多得,不料,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 这是魏慎魔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可奔往自己的房屋。 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上面的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 我命甘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盖凤,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耶和华的使者哈盖凤,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耶和华机动由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灵,他们就来,为大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宫。 这是在大刘士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哈盖书第二章,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领导先知哈盖说,你要小玉由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起初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现在这殿起不在你们眼中,比如无有吗? 耶和华说,索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耶和华说,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宫,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我的灵也照着仍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诸天,大地,沧海与汉地,我必震动列国,列国所切勿的也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大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大军之,耶和华说,这后来支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此平安,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大刘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大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现在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成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这肉可算未生吗? 祭司说,不算未生。 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施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五算污秽吗? 祭司说,必算污秽。 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名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 现在你们当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自那些日子以来,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 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 在你们手下劳碌所做的一切功赏,我以汗风,煤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现在要追想此日以前,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就是从立耶和华殿根基的那日起追想。 仓里还有古种吗? 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还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 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哈盖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索罗巴伯说,我必震动诸天大地,我必倾服列国的宝座,除灭一教民之国的势力,我又要倾服战车并那些驾驭其中的。 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他兄弟的刀所杀。 大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呀,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我拣选了你,这是大军之,耶和华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